差不多一個我們剛剛收到最新消息 又有共軍戰機侵擾台灣周邊海域 那麼這是國防部公布今天台海周邊動態 發現有26架次戰機 以及4艘的解放軍艦出沒台灣周邊海域 甚至呢中共的軍機包括殲-11、殲-16 以及無人機都有穿越台海中線侵擾 那麼至於我方 國軍則是派出了戰機監控 捍衛台海的安全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一個最新消息